你敢說 我們這一集的暗名爆又跟大家說什麼好呢 我覺得有件事在娛樂圈是經常都聽到 而且我覺得很神秘 不知道是真是假的 沒有人問過你 就是那些女星飯局 有各式各樣的 有些可能是吃飯 有些可能又要出旅程 有時經常都是猜 一定是富豪 你有試過嗎 有試過嗎 你看到我的專業 就知道我一定有試過 是怎樣的 出埠和不出發我都試過 你很厲害 對 很厲害 有人叫我去辦公室 有嫁 有事 有些朋友說 有個老闆請吃飯 就叫我們女性朋友去 先問我 你有沒有女星 我問你那些是甚麼飯 你這麼像那些媽媽 沒有那些位置 所以你發燒 你怎麼知道那些人會叫我 有多大領袖 其實是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叫了幾個朋友去 我說是否正經的 很正經的 很正經的 但去到的時候 她真的只吃飯 有一次出埠 她就說 我們不如去賭場玩 可能去賭場 我也很想見識一下 那就去吧 誰知道 那個老闆就說 很好 每個女星都有五千塊 那你呢 你有沒有說 我都應該是女星 我怕她會當你是媽媽 那你多一點 對 你這樣說 然後你開始看到 原來裡面有一些選美 有一些歌手 有些藝人 他們真的是各出其謀 他們除了拿了五千塊的黎馬之後 你知道一定要賭 要不然你還不回錢 然後她就跟老闆說 其實我過兩天就生日了 這樣 好可怕 那個老闆 我給你多幾個馬 不是 我在樓下看到 有個手刀很喜歡的 頻道那些 然後她真的下去 她說 行了 你一會兒下去選吧 因為賭場外 永遠都是名店臨立 對 不知道她買手刀 當然是買名錶 很笨 買樓 樓沒有那麼快 你們會不會太大咬 我都去過飯局 你也有 當然 當然 我覺得很威風 就是你有得去 對 我話說 約乾二十多年前 我跟一群選美佳麗 大家聯繫 選完 逛街吃飯 約了 逛街突然有電話響 那時候剛好有手提電話 對 那些很大的 其中有個家裡說 有個伯母 我吃飯 不如一起去吧 全部 去到吃飯 有個伯母的物體 然後有兩個中年男人 很窮 有一個物體 有一個又肥的 一個又瘦的 那頓飯很富貴 吃幾萬元一隻鮑魚 我坐在這裡 不知道做甚麼 以為有親戚朋友 吃飯 吃吃看見 桌底室利是 然後送錶 桌上有什麼東西 我當然沒有 錶也沒有 利是也沒有 然後我才知道 被人騙了去飯局 然後吃完這頓飯 他們就說 約不知去哪裡去哪裡 然後出門走 我說我先走 他們有甚麼走 我不知道 然後我說我先走 然後其中一個選美佳麗 就給我 塞封利是 是嗎 他挺有義氣 對 但我又很有骨氣 說不用了 謝謝我不愛了 我也去過飯局 但我真的沒有問過 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真的沒有 沒有人問都沒有問過 幸好 不是幸好 我也要爭氣說一點點 但是我經常 我現在比較新潮 為什麼呢 我現在不是電話 我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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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交媒體 那些 那些平台 經常都會有人 不認識的人 然後問 好不可以 不知為什麼 總是那間 在九龍站上面 那間五六星酒店 我可不可以在那裡 和你過一晚 我可不可以帶你去購物 我可不可以在那裡 spend a night with you 那些 發訊息給你 對 發訊息給你 在社交平台發訊息 對 inbox 真的有些inbox 對 沒錯 之後有一次 有一個是用中文的 一晚三十萬 哇 那之後 那一次 說而已 但是之後 我沒有回覆他 不知你幹什麼的 你想清楚 我沒有回覆他 我沒有回覆他 那如果去到一百萬呢 那當然是瘋傻嗎 回覆都不回覆他 我覺得都是開心來的 證明自己有這個價錢 不過沒事的 我沒有什麼的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發生過 好